OK 说一下今天的规则吧 品尝四杯咖啡 说说各自的口味有什么不同 就是品尝出来有什么不同 就肯定这四杯不一样的咖啡 都是美式 OK 那我们今天来尝一下 做一个平豆子分享会 那为了防止浪费呢 我拿了一个小纸杯 然后每一个倒一点 这样的话 我尝完之后大家还可以分着喝 我们先来尝第一杯这个黑的 叔叔啊 这个包装是我 这四个里面的比较小 嗯 闻的味道是有点清苦的 咖啡 有果香的 有点橙子味 橙子吗 果味 但我不确定是什么 它是果咖 但是它是黄杏 黄杏是什么 OK 说明这个科技它没加到位 跟橙子也是没怎么看下去 嗯 这第二个味道是 第二杯呢 明显就是 刚才要稍微的浓一点 但是没有果 刚刚那上面我已经喝掉了 所以应该不会 大体不会超人 这是深红的多 反正因为没有加糖嘛 也没有加任何的那个果汁 所以就是口味会比较偏厚重一点 但是因为它是冰的 我觉得美式加完冰之后啊 会比它热的时候更加好喝 因为热的时候我感觉会增加它的苦感 冰的时候因为加了冰块是稀释了 然后再加上本身有一种冰凉的感觉 会把它的苦涩感去掉一些 还挺好喝 用来第三杯吧 这一杯都脏气了 这个时候要先搅一下 搅拌一下 我还要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哥们全是科技鱼很活 这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脏气了应该是个带气泡的 好 你看首先上面的油脂就很丰富 它这个也许不是油脂 但有点像啤酒 闻着有点像啤酒味 果然 啤酒味 但是不含酒精 对以前那个皮上茶爽一个概念 但蛮好喝 我来一个 Nice 我一会把这个带走 我要喝这个 这个是个热美式 热美式呢看这个颜色 我就知道它不是一个浅红的豆子 因为它的颜色很深 这杯一定是最苦的 应该是不加任何甜味的 也就是最Original的风味 已经有那种正常的 美式的那种木头感 其实闻着会有一种木头的味道 不过来 非常棒 但是为什么会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就只是有奶油的味道 但是没有奶油的 就是甜的感觉 总体说这四杯都不赖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一杯 所以我现在可以知道答案了吗 这边叫什么 全美式 但它显得是威士忌的豆子 它是泡在雪莉桶的吗 尝不出来雪莉桶的味道 因为如果有放在雪莉桶的咖啡豆的话 它会是偏威士忌的那种酸味 酒味会很重 然后这边就是啤酒味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普通的对吧 这个就是刚才喝的那个 就是果味 这四杯 要我选会会选这个 最近喜欢喝偏酸一点 所以如果喜欢喝酸味的 我建议 然后带领气泡的 我觉得气泡是 我决定先把这边打开 好了 拜拜 拜拜